近日有网友在回顾旧节目时发现 知名主持人黄自脚曾在某档节目中 与一名女童实质紧扣引发广泛争议 视频中黄自脚紧握女童的手 行为显得亲密过渡 一旁的主持人张小燕察觉后 立刻变脸并拉开黄自脚的手 并提醒其注意分寸不要吓到孩子 此事件已经曝光 立即在网络上引发讨论 许多网友表示 作为公众人物 黄自脚应当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尤其在与未成年人互动时 更应该保持适当的距离和尊重 值得一提的是 近期黄自脚应涉及性骚扰案而备受关注 尽管该案经检察官侦办后 因当事人未提告及和解撤告 黄自脚最终获得不起诉处分 但警方在案件调查过程中 意外发现黄自脚涉嫌持有大量不雅影片 再次将其推向风口浪尖 黄自脚的这一系列事件 无疑给其个人形象和职业生涯 带来了严重影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